好 台南民得外意間證明受刑人 方青山11號向監鎖請假外出 回到台中西區的住處 他原定13號下午應該要翻監 但卻余駕未歸 監鎖立刻通報警方 那就在今天下午2點多 警方在這個台中 談子的一間網咖 將人給逮捕 根據了解 當時方青山疑似是有搭車回到台南 沒想到又買車票回到了中部 隨後就不知去向 警方組成專案小組 終於在台中談子勝利路的一家網咖 逮捕到了方姓男子 根據了解 這名受刑人方青山 曾在台中犯下多起的詐騙案 遭判刑9年9個月 那現在 余駕未歸涉嫌逃亡的情況 警方生訓過後 也將他解送回台南 民得外意間 以上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得下載TV brands 感谢观看